诶 你老婆也在里头生孩子啊 对 我是不是在这等着呢 怪不得你看了半天汽车网站 这是要换车啊 可不嘛 以后有孩子了 得换个大点的 这个我懂啊 你知不知道 微然 知道啊 刚看了 就买它 那车啊 行嘛 太行啊 首先品牌咱们不能查 但是也没有不要太过分 要不孩子以后优越感太强 不好不好 是是是 车长五米多 里面可老大了 这么长啊 而且里头豪华啊 怎么不能让孩子手追啊 喂 弟弟 动力好开着好 毕竟都你开车 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啊 太对了 大哥 三十来万 说低不低 说贵也不贵啊 我这预算成号够 毛岁花家属来签个字 男孩 算摩抬啊 俩儿子呀 真是 我还能给你再推荐一些 五万块钱呢 太好了 我这预算刚刚出现点情况 是 我看见了 大叔据说 就是大叔据说 呀呀呀呀 从MPV车主的用车诉求来看 即便部分车主没有骑坐需求 也会为了更好的舒适性 而选择MPV 因此各大厂商使出浑身解数 不尽可能的推出自家的MPV车型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大众 大众的MPV史可一点不短 但是T系列车型就可以在汽车史上占据较大的篇幅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众的豪华骑坐MPV 新微人 看到飞燃的第一反应跟看到加特林是一个感觉 太大了 大到都不知道眼睛往哪看 前脸超大到T型进气格山 使得整个车头秀色可参 而且对于杜克使用毫不吝啬 不论任何角度看着都极具威慑 大灯全心眼儿欲递 听起来就特别提气 略微黑化之后看起来也很有杀伤力 再配上超大的车标 打心眼里都觉得最前咱得套 车身侧面也极具欺骗性 单看图片谁能相信 微人的尺寸接近5米35啊 造成这种视觉效果主要是因为 微人有MPV少有的修长发动机舱 同时还有一个比很多SUV都流迁的后尾箱 再配合较低的车身高度 看着如此运动谁看着能顶得住 车身的腰线微微上扬 你自己说是不是瞅着运动感觉很强 不过侧滑门还是暴露了MPV的身份 看来运动之后还是要担起棋子味的重任 车尾一个MPV的上方 竟然给了面积挺大的扰流尾翼 一下子让MPV看着不那么油腻 一个细长的镀铬饰条 贯穿了两个尾灯 精致稳重之余 就显得一丝与世无争 可能说到这各位还没觉着 那未然到底心在哪了呀 来上内室 是不是嘎嘎心的 全新的运动方向盘 全新的大众车表 全新的大众家族化中控台 所有的全新都是慢慢的关怀 反正之前的槽点现在都没了 整个内饰的做工和用料 都完全符合豪华的定位 不过这方面大众一直都挺会 全系10.3英寸液晶仪表 色彩搭配相当好 轻鞋驾驶员一侧的12英寸悬浮中控屏 操作反应都比之前更零 屏幕下方的空调和音量控制设计为了触控 相信我用起来不会让你头痛 都说了未然有运动属性的啦 911一样的挡杆 你就说心不心动 说七座MPV不说第二排那不就是吃包子吐馅吗 未然的第二排简直不能再豪华 灵格纹路带腿吐儿 偷风加热有按摩 单是一个座椅在老年保健品里还不得卖个好几万呢 虽然开头说了未然的车身不是很高 但车头内部空间可一点没有深凹 完全没有偷空间的情况 腿部空间就不说了嘛 接近三米二的轴距有数了吗 就因为这么长的轴距 所以未然的第三排也根本没有任何顾虑 不局促不压抑 做多久都没脾气 最后的最后再挪作一下各位非常熟悉的动力 未然全系搭载分高低功率的2.0T发动机 匹配的是各位熟知的七速DSG变速型 至于开起来怎么样 车主满不满意 时间留给编辑和大叔 有请 车主口碑方面根据2020款车型数据 综合评分为4.53分 在外观 舒适性 空间 性价比方面 得分相对较高 在动力 操控 油耗方面 得分相对较低 车主提及最满意的方面有 舒适性高 座椅宽大 支撑到位 加速强劲 配置高 后备箱空间大 车内隔音效果给力 最不满意的方面有 第三排空间不是特别宽敞 新车内饰有异味 优惠幅度小 市区路段油耗高 车主真实平均油耗 百公里10.9升 微软开起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很稳 底盘厚重 加速时不会有穿车或者是涡轮接入的突兀感 很平顺 可以让一车人坐得很舒适 乘坐起来不会有大幅度的前后左右的晃动 很符合一款MPV的需求定位 如果你对大空间一家一商的MPV有需求的话 微软是一台值得关注的车 本期互动话题 30万左右买一款MPV 你会把微软作为考虑对象之一吗 会的扣一 不会的扣二 参与互动 有机会获得定制礼品哦 大书据说 给你最实用的数据和观点 你好款家乡 这些年为你打鼓的时光 依然热闹的街跑 有人喜让歌声嘹嘹